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才能把我的血柱还给我 怎么 想明白了 不投不巧 那是我的东西 你现在太弱了 所以你守护不了你想要的东西 无论你有多怨 多恨 都给我咽到肚子里去 好 好 那你告诉我 我要如何才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首先呢 这不是你的东西 现在在我手里 它就是我的 其次 我是个商人 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出手 更何况这颗珠子 价值连长 普通人可能劳作一辈子 也赚不到它的十分之一呢 我可以赎回来 你拿什么赎啊 我帮你做事情 我记账本 或者 我可以采猪 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愿意还给我血柱 这样 一百万 许你赎回来 五十万 两百万 那就一百万 三百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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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月为限 过时不后 等一下 三百万不是个小熟母 你让我进你的商队 我尽快拿到三百万千 消失在你眼前 就凭你啊 我船上不养邪人 也不养无用之人 如今你呢 只配在底舱做一个利人 什么时候从底舱爬到上舱来 再来跟我说话 我如何才能进上舱 自己琢磨 小心 走 小心 走 小心 快点儿 小心 快点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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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床废是你们的 记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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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郎主喜欢干净 那是你们的丽人 决定 等一下 大哥 怎么才能到上层 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提醒你 郎主做事 听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